WTT萨格洛部战挑战赛女单第二轮 孙颖莎的师妹宽曼3比1逆转了日拼选手张本美和 宽曼这场比赛通过线路的不断变化 限制了张本美和的速度 使得张本美和会来回调动失去位置 宽曼在发球轮一般发中路偏正手短球 张本美和很难接发球直接拧拉 整场比赛张本美和的反手拧拉技术 没有展现出来 确实在战术上被限制了 第一局的比赛 宽曼揭发球貌高没有把握住 关键分9比11输掉了 第二局比赛 宽曼正手快带 正手压反手 发反手长球 反手快带中路球 直接将比分扩大到6比0 宽曼总是用线路限制对手反击 基本上在前三板解决这个问题 张本美和在线路调动方面 是处于下风球 不过随后接发球正手调打 发正手长球得分 将比分追到4比6 宽曼正手发球抢攻 发正手长球 接发球搓长反手位9比4领先 最后连续反手快带中路球 11比4轻松拿下第二局 宽曼基本上就等着对手 抢攻自己的反手位 然后反手快带对方中路球 或者反手快带正手位 很明显张本美和的进攻思路被猜透了 第三局的比赛双方连续持发球 宽曼正手压反手3比1开局 张本美和正手进攻 连续接发球正反手抢攻 将比分追成5比5 之后反手发球抢攻 白短中路7比5将比分反超 宽曼正手打帽高球 张本美和连续正手抢攻失误 双方比分打成8比8 宽曼反手发球抢攻下台 8比9落后请求暂停 之后利用发球轮将比分追平 不再发正手短球 随后抢攻正手位 接发球搓长反手位11比9 拿下关键分 宽曼这局比赛老是发正手短球 被对手适应了 幸好叫了一个暂停改变了战术 要不然这局比赛就很被动 第四局的比赛 宽曼反手变正手位 反手打中路 发正手短球3比1领先 张本美和正手调拉中路 接发球抢攻将比分追到3比4 宽曼反手快带直线5比3领先 张本美和回球擦网 反手发球抢攻将比分追平 宽曼正手压反手6比5将比分反超 对方请求暂停 之后宽曼反手进攻失误 吃中路短球 张本美和8比6将比分反超 宽曼发中路短球直接得分 发球抢攻反手位又将比分追平 张本美和正手压反手 宽曼反拉正手位 连续发中路短球 11比9拿下了第四局 张本美和最后时刻连续吃发球 所以输掉了关键分 不过这场比赛 宽曼除了第二局比赛 都是赢在了关键分 以后双方交手 还能否赢球还是问号 张本美和毕竟年龄还小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宽曼除了线路调动和发球之外 不断用正手压对方反手 也是赢球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说明张本美和的正手技术也不行 不过如果打快速相持球 还是张本美和更占优势 宽曼主要是前三板压制了对手 打到相持球环节是下风球 所以张本美和对战王一迪的时候 反而占据上风 对战这个年轻选手还是要通过前三板 去解决问题 综合分析开局失利 对于宽曼来说 首先是因为过度紧张 手感不是那么火热 因为对于这场比赛而言 他可以输给一些老将 可以输给国拼主力球员 这都是宽曼提升的一个过程 但是对阵张本美和 有可能是未来几年的主旋律 就好像孙颖莎和伊藤美成一样 所以这场比赛没有所谓的实力提升 只有心态上和能力上的抗衡 首局的输球还是比较遗憾 毕竟宽曼这场比赛的发挥 从第一局就能够看出 他非常的认真和专注 专注到让自己的心态有些紧张 不过进入到第二局 就能够看出宽曼逐渐释放 在和张本美和的对抗中 宽曼只有发挥最强的实力 才能够和对手一较高下 另外他还有场外指导邱伊可 这样宽曼的心更加定 发挥也更加从容 两局过后 双方进入了最胶着的第三局 也是双方斗智斗勇的开始 对于张本美和而言 他的发球是一个得分利器 另外就是张本美和的反手 以及不退台的速度进攻 这都是最近几年的先进技术 张本美和很好的利用到了这场比赛 而对于宽曼而言 这些新技术宽曼都已经掌握 而且国拼的教练 会根据球员的自身特点 融入球员更多的打法特点 这是其他协会没有的 宽曼在第三局 依然坚定执行战术 通过两个大角度的调动 来限制张本美和 并且他的落点非常精准 失误极少 这就是宽曼对于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 通过跑位来调动张本美和 让其陷入被动 而宽曼的速度压制 确实给张本美和制造了很大威胁 本来第三局在场面是处于主动的 但是比分落后 让宽曼又有些被动 这个时候场外指导邱一可的神级暂停 帮助宽曼力挽狂满 宽曼落后一分的情况下 邱一可果断教暂停 探过球的球迷应该都知道 在这样的被动局面下 很少有暂停出现 但是邱一可一定看到了 限制张本美和的方法才叫了暂停 果然 宽曼在暂停之后 连得三分赢得了关键第三局 进入到第四局 依然是宽曼的主动局面 不过比分非常胶着 张本美和也开始 利用他的发球频繁的变化 让宽曼在接发球时处于被动 不过宽曼这个时候 头脑非常冷静 最后的发球局宽曼 抓住了机会赢得了比赛 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了 邱一可教练的神级暂停 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教练 拥有非凡的智慧 另外 这场比赛能够证明什么 至少可以通过这场比赛证明 宽曼是可造之才 他完全有能力通过场上的局面 以及教练的战术坚定执行 让这场比赛获得胜利 并且他的技术能力和专业态度 确实让球迷看到了宽曼的提升之处 再说一次 宽曼的确是可造之才 另一场单打比赛 刘伟山3比2击败日拼选手沐原美忧 本来沐原美忧是下风球 只不过刘伟山总是比分领先的时候 被对手快速将比分追上 反而到最后自己越打越着急 心态影响自己的手感 第一局比赛开局打成2比2 刘伟山发反手长球 沐原美忧反手转正手进攻失误2比6落后 沐原美忧反弹正手位 反手加传将比分追到5比6 刘伟山搓长反手位 发反手短球8比5领先 沐原美忧发中路长球 正手打中路将比分追到7比8 之后反弹大角度将比分追到8比9 刘伟山发长球得分 反手打中路11比8拿下关键分 沐原美忧第一局的追分能力就很出色 刘伟山还是稍显着急 第二局的比赛 刘伟山接发球反拉直线 正手抢攻大角度3比0开局 沐原美忧发中路短球得分 反弹正手位将比分追成4比4 刘伟山接发球反手加传 沐原美忧吃反手长球 反弹下台5比7落后 沐原美忧之后反手擦边 反手变线将比分追平 双方从7比7打到9比9 刘伟山抢攻正手位 反手对攻下台 沐原美忧反弹大角度 12比10拿下关键分 沐原美忧本来第二局一直是落后追分 可到最后阶段 刘伟山关键时刻出手着急 被对手给拿下了 沐原美忧虽然年龄更小 但是心态确实更加平稳 第三局比赛 在刘伟山6比0领先的情况下 竟然被沐原美忧11比9将比分反超 这绝对是心态出现了问题 跟技术没关系了 第四局比赛 刘伟山一度5比9落后 最后时刻还挽救了关键赛点 沐原美忧11比13 输掉了第四局被拖进决胜局 在决胜局双方的比分还是很胶着 沐原美忧在10比10之后发球出现失误 10比12输掉关键分 这样刘伟山就艰难击败沐原美忧 实际上还是自身的战术出了问题 往事跟对手硬碰硬是很难应求的 如果下一次对手发球没有失误 运气不在自己这一边怎么办 这才是应该总结的 退阶 退阶 涮后